今年我30岁了 14岁的时候听了五月天的《叫我第一名》 这是我第二次来五月天的演唱会 但是是第一次来鸟巢听 感觉这次更像是对自己青春的回忆 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听五月天是在多大呢 十万人大和唱和风景开始了 我一直觉得五月天演唱会 只是为了让你找到基本问题的位置 1999年五月天第一张专辑 居现在正好20年了 99年我刚10岁 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五月天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五月天的歌 一直以为这么老的歌在现场再也听不到了 每次高三复习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听 听到这个声音就会觉得很平静 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虽然这首歌的歌词跟刚好没有任何关系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触动点不一样吧 我也 detective청却 听到这首歌的歌 蓝筑接歌词跟刚好 每个人来的歌词影响 时间回到20年前的话 5月天才刚刚发行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 嗯 没错 在1999年的10月7号的时候 发行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 风华世界 然后从来没有想过 在这么遥远的未来 有一天能够在鸟巢和大家一起度过 三个充满回忆的夜晚 这是我14岁时候听的第一首五月天的歌曲 2004年有一部电影叫《五月之恋》 里面就有这首歌的现场吧 五月天有参与人 当时还在我的江湘哈尔滨盘摄 正中年后在现场听到感觉被拉回到自己出镇的时光 。 现在再次听到这首歌了 非常多当时的很多小朋友在外面练成吧 我后面的人会有点像 在这里 五月天的现场会有很多音乐停下来 让大家合唱的时刻 每一段大家唱的声音都很大 你会觉得唱出来对自己也是一种事情 这首歌呢一类五月天的声音都知道了吧 大家会比而谈的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 成为这十万年风的一颗心 在鸟巢看到这个场景真的好震撼 每一刻现在有着十万颗充满故事 充满生命 充满爱的信心 每一个星星的领域 都有一个名字 那是你 听五月天的歌会觉得感动 就是因为总有一句歌词能戳中你 当天的嘉宾是邓小吉这首歌是我大一时候的 就整场演唱会就是回忆山 第一次听演唱会的时候就有这首歌 当时是和归宁一起来的 这次再来听已经走了门仙上 但是听到这个歌词还是有一种微妙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首歌词应该是很多人青春时期最爱的歌 所以这首歌开始也代表着五月天的唱会要结束了 你刚刚刚让我如果对自己妥协 如果对自己说谎 最终对人原谅我也不能 那就唱我唱唱的吧 我的声音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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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知道 世界若是那么大 为何我要望你 你不主张 我的声音在想 你才知道 我认为我 天荒难否得的可知道 世界若是愿的方向 我的声音在想 你不主张 我都听到 你不主张 多乐观 AD 我看到心情 AD 我看到心情 GOOD I'm on creative 《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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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 《打擊》 我的山手卷越不算往下一站 自从西面堂出山石旺 不能绝望 我和我最傲的倔强 我在风中大声的战 这一次 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 我和我的 为什么喜欢五月天文科 每个人的理由都会不一样 三十岁的我跟着这场演唱会 重新回到自己最青春的年纪 人生的路大部分都是这样跟着文流再走 突然能有个机会 在这回头看看 证明自己也有很多伸展发光的时刻